北民有声 我有一座恐怖 第525集 从范聪家出来后 成哥陪着唐俊去见了他的家人 然后就开着104路公交车回到新世纪乐园 早上4点多 天蒙蒙亮的时候 104路公交车开到了新世纪乐园附近 当开门大爷看到成哥出去一晚 然后开着这么个大家伙回来 眼珠子都快瞪了出来 再三询问 确定成哥没头没抢 这只是道具之后 老爷子才放成哥进去 开着公交车 确实有点太招摇了 成哥把唐俊收进漫画册 然后将公交车停在了 鬼屋后面的空地上 让我想想 还有什么事没做 成哥打开车门 看到车辆最后一排 躺在座位上的孩子 在他过去的时候 那孩子的睫毛在轻轻颤动 嘴唇也轻轻绷紧 你醒了 这孩子很聪明 天刚亮的时候应该就醒了 但是他一直在装晕 发现自己的小伎俩被成哥识破 男孩怯生生地从座椅上爬起 也不说话 偷偷地看着成哥 别怕 叔叔是好人 昨晚 就是我把你从坏人手中救出来的 成哥牵着男孩的手 走下公交车 现在是早上四点多 距离乐园开业 还有四个多小时 成哥算了算时间 感觉还很充裕 孩子父母肯定很担心 这事不能拖 他又带着小男孩 走出新世纪乐园 打车赶往西城派出所 五点钟 成哥来到西城派出所 他牵着小男孩的手 进入其中 值班人员看到有人进来 一开始也没有特别在意 可等他们看清楚 来人那张脸后 立即清醒了过来 成哥 你怎么来了 被值班人员认出 这也是成哥来之前 没想到的 他干咳了一声 很快进入状态 我在去东郊的路上 意外撞破了一个 儿童拐卖案件 我这人 你们是知道的 眼里容不得沙子 有很强的正义感 经过一番殊死较量之后 我终于将这孩子救出 有正义感的人 可不会天天把正义感 挂在嘴边呢 西城派出所里 三位值班民警 全都过来了 其中有一个 之前曾和李三宝在一起 负责过沐阳中学藏尸案 对成哥印象很深 你这事情我做不了主 我们所长和李主任都交代过 一旦某一个案件涉及到你 必须要先跟他们寝室 然后才能做决定 这次不是命案 应该没那么严重吧 成哥还有事 他原计划是 把孩子往这里一放 自己就可以安心走了 可是在你眼里 只有命案才算严重啊 你这个思想很危险啊 那名警察直接拨打了 李三宝的电话 剩下两名警察 一名将孩子带到一边 另一名就守在成哥旁边 高度戒备 几分钟后 和李队通电话的那名警察 从办公室走出 神色古怪地看着成哥 李队怎么说 我现在能走了吗 成哥一晚上没睡 九点乐园就开始营业了 他急着回去补觉 警察把手里的资料 放在桌上 走势不可能了 昨晚九点 有一对年轻父母来报案 说自己孩子丢了 他们提供的孩子照片 就和你找回来的 这个孩子一样 这好事啊 也节省你们时间了 直接把孩子 还给人家不就行了 难道是孩子父母 想要当面感谢我 不用那么麻烦 不是 我们想要请你配合一下 那名警察翻开资料 里面记录了 好几个孩子的信息 这些是西萧 最近几个月失踪的孩子 他们这几些案子 都有一个共性 那就是发生在雨夜 我们一直在跟进这案子 通过走访调查 有墨基层看到 有一个中年女人 进出过案发现场 而就在昨晚 这个男孩失踪的时候 小区里也有人 看到了那个女人 连续好几起 诚哥知道 这些案子应该都和 东郊的幕后黑手有关 只是他也不清楚 对方为什么需要 这么多孩子 是的 这案子影响非常恶劣 在案件高发的那几个地区 甚至流传起了一个故事 说每当下雨的时候 都会有一个跨着篮子的 中年女人出现 她因为无法生育 被丈夫赶出家门 因此 憎恶起了男人和孩子 会用各种各样的方法 将孩子带进街道深处 然后把孩子藏起来 诚哥没想到警察会突然说这个 这不就是典型的都市怪谈吗 做不得真的 当地流传有一些怪谈 都市传说 其实大多都是有故事原型的 不能全信 但也不能完全不在意 孩童丢失案 一共发起过七起 这孩子是唯一一个被找到的 而你是唯一一个 和嫌疑人打过交道的 所以我必须把你留下来 诚哥知道 自己是走不了了 给自己倒了杯热水 坐在椅子上 行吧 我全力配合你们调查 不过话说回来 配合归配合 那你们也不能老让我配合呀 最开始的时候 我为平安公寓灭门案 提供关键性线索 你们还奖励我五万块钱 现在别说钱了 连个奖章 表扬通告都没有 这不太合适吧 看到诚哥一副耍无赖的样子 警察被气乐了 放心吧 所有功劳 市分局那边都有记录 所以说不定 会给你颁发一个荣誉市民 九江十大杰出青年之类的称号 还有这好事啊 那我是不是 有可能上电视啊 你先配合我们 把案子顺利破了 那些都会有的 没问题 不过到时候 你们一定要和记者沟通好 如果非要采访我 请在我的鬼屋门口进行 这也算是 一种隐性的宣传 半小时后 李队赶到 诚哥将编好的故事 告诉了他 他说自己 骑着电动车去东郊 在经过一个车站的时候 看到一个中年妇女 抱着孩子 好像在等什么人 他心想 这黑灯瞎火得多不安全 就过去准备 把他们母子两个送回家 聊天的过程中 他发现情况不对 男孩不是睡着了 而是昏迷 立刻准备报警 但巧的是 手机没电了 后来中年妇女 自知事情败露后 就逃走了 诚哥追了一会儿 觉得还是孩子安全最重要 所以就把孩子带了回来 被拐的孩子 在末班车上一直处于昏迷的状态 诚哥也不担心 这孩子会泄密 全部听完后 几名警察都觉得不可思议 出门溜达了一圈 就能碰见拐卖儿童案的嫌疑人 眼前的这个男人 从某种程度上来讲 已经不能用正常的眼光来看待了 在描述完中年女人的长相后 李队同意诚哥离开 他也知道诚哥的鬼屋白天要营业 早上七点 诚哥被警车送回新世纪乐园 看门大眼看着朝自己走来的诚哥 他都忘了这是自己惊天地 几次看见诚哥了 马上乐园就要开门营业 我还是别睡了 冲了个凉水澡 诚哥换上了干净的衣服 简单打扫了一下鬼屋卫生 全部弄完后 诚哥就拿着黑色手机 开始研究上面的试连任务